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几个基本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通过代表数据类型的关键字来定义 例如在这儿第一行里面我们创建了一个S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储存了一个值为5 这个值当然有一个自己的地址 只不过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不是很感兴趣它的地址是什么 但是它有个自己的类型 S是一个短 short短的短的整数 short就是shortint的缩写 所以第一行跟第二行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意思 只不过是写法不太一样 第三行里面我们创建了一个另外一个整数 i这个i也是存了5这个值 但是这个i的类型是int整数 整数跟短整数的区别 就是整数比短整数更长一点 然后int基本上跟long long是长整数 int跟long的含义是一样的 它们两个都是基本上是一样长的 然后long就代表long int 所以这三行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long long跟long long int long long就是long long int的缩写 然后long long其实就是比long更长一点的一个整数 那就问题就是这个长短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长短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在这按F9设置一个断点 然后F5进行调试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关键字size of长度 我们可以看到ss的长度是2 说明s这个变量占据了两个byte 两个字节的长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size of short int 我说了short跟short int是一样的 short跟short int只不过是一个缩写 所以它的长度呢 不好意思写错了 size of 所以它的长度呢也是2 然后呢同样的我们再看到这个int int就是比short更长一点的 int是4 long跟int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是4 long就是long int的缩写 所以它还是4 long long就比long更长一点 它就变成了8 long long就是long long int的缩写 所以long long int还是8 这就是想说什么呢 不同类型的变量可以储存不一样长度的东西 那上一个例子里面我们创建了一个这个数组 这个数组 c等于12345 c c是一个数组里面有五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整数 所以一个整数是多长 一个整数是四个字节 那五个整数 c本身就占据了这个四五二十个字节 所以c这个变量它占了二十个字节 这个长度是个什么概念 长度就相当于你家刚刚说到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住址 都有一个地址 类存里面的地址 那它的变量数据类型的长度就是说 它家的这个房子占了几个单元 如果一个变量 它的长度是二 就说明这个变量只占了两个单元 如果一个变量的长度是四 就说明这个变量占了整整四个单元 如果变量长度是二十 就说明半条街都是属于这个变量的 所以在之前那个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在这我们也可以看一样的 s这个是s的地址 对吧 这个地址如果换成实进制 我们看到s的地址是这样一个单元 我们就直接说短说短一点 s地址是502 它家住在502 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i i的地址是这样一个16进制 我们把它换成实进制 前面都是一样的 前面都是109483707 但是i住在了5016 你看5016跟502中间差了多少 中间差了一个46 这个6是怎么来的 s住在502 i住在5016 我们看到s自己占了两个单元 也就是两个字节 si自己占了两个字节 i占了四个字节 所以s是5022 5022减去2是5020 si住在5020 看到没有 si住在5020 这个实进制就是5020 然后5020再减去4 就变成了i的地址 也就是5016 所以i就住在5016 l住在哪里呢 我们也可以猜测 l就是i 再往北四个字节 那就是5012 所以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符号 看l 把这个转换成实进制 l就住在5012 那我们就可以猜了 这个lunint lunint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 lunint代表 就是lun 所以还是四个字节 所以li住在哪里呢 这个是5012 lunint lunint li就是在5012 减去四再往北四个这个单元 那么就是5008 所以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符号来看li 把它转换成实进制 它就住在5008 OK 就是这样依此类推 所以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就是根据每一个变量的大小 每一个变量的数据类型大小 来以此类推的 然后这个变量的数字类型就决定了 它能够装多少东西 这个地方其实 这个相比这个门牌号码 这个地址更相当于是仓库号码 每一个这个仓库的大小都是固定的 在我们这个电脑里面 每一个仓库都只能存一个字节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你想要再想要存更多东西 那怎么办呢 你一下子定下来一连串两个四个八个仓库 所以这个LLI这样一个变量 LLI这个变量呢 它在这样一个地址 4992 OK 从4992开始 一整个 从4992开始 一整个 八个单元都属于LLI 都被它买下来了 所以这个数据类型跟地址就这样的关系 然后最后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数据类型 Character Character这个数据类型 是在C里面你能够定义的最小的数据类型 它就是一个字节 也就是说它只占据一个仓库的位置 跟Character同样的呢 有byte 这几个基本上就是禁义词了 byte 这个size of byte 它这边不让我这样用 但是这个 这个byte就是跟Character 是一样的这个意思 它也是代表一个字节的长度 这个就是 关于变量的数据类型 和它地址 和它的这个实际的内存长度之间的关系 是 这边是